大家的防守回覆 小孩哺語發音的標準 該怎麼糾正 第一 不能老是怪在 爺爺奶奶 或者怪在費用上面 有的時候它是剛好 它的構音異常 就是它的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都知道 三歲的時候 這個 歌科科會發得比較好 四歲以後 七七七發得比較好 真的喔 五歲以後七七七發得比較好 它只是時間還沒到 你急著就 這個一想把它糾正它 或是急著指別人罵 就是都是你跟它亂講 講的標準 它現在的變好 不一定 我們不要把它怪罪在這上面 可能只是時間還沒到 第二個 那如果今天時間 還沒有到的過程當中 我們絕對不要 就是它一講錯 馬上就糾正 它一講錯馬上就糾正 你應該做的是 用你正確的方法 你自然 既然覺得你的發音很正確 你就用你正確的發音方法 複數一下它說的話 你要喝咖啡 比如說 你要喝咖啡好 等一下 哪來小孩要喝咖啡啊 亂舉例 對 阿公阿公也七七 你要奶車車 那我們就是 你用你正確的發音 去複數它講的那句話 久而久之 它大腦發展到一個程度 它就會發現 為什麼媽媽跟我講的不一樣 它就會模仿你 那第三個就是 那有沒有矯正這些 夠音異常的黃金時期 其實是有啦 就基本上你在四歲左右 如果剛才講到 什麼哥哥喝機器心 你都還發不好的話 四歲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安排 語言復健 那這個時候 街上上大班 或街上上小學 這樣才不會影響 它的自信心 它不要到了團體生活 它講話人家都聽不懂 那它就沒有朋友 也是很尷尬 所以大概四歲左右 你可以開始語言復健的時機一點 嗯 了解